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上午至板桥区瑞翼市场,华德市场扫街,与学生当面递交双北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邀请函,希望参选人针对青年关心的议题面对面讨论并相互提问。 苏贞昌爽快接下邀请函,允诺全力配合参加,他也呼吁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不要再闪躲。 辅仁大学学生会会长刘家航表示,双北市及所大学学生会共同举办双北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,同学们都非常关心公共事务,很可惜这次选举没有公办电视辩论会。 他们希望以学生为主体,向参选人询问青年在乎的议题,包括劳动、就业及交通等,讨论过程将增加互动性强烈的环节,包括参选人之间互相提问。 台北大学学生议会议长林逸祥说,例如台北大学三峡校区二期宿舍流标,导致达一新生没有宿舍住,附近北大特区高房价,学生又负担不起,想请问市长参选人有何解决办法? 苏贞昌回应,我是很愿意了。 市民有知的权利,青年关心的议题,应该向青年朋友及学生报告,真理会越编越明,大家可以检验参选人怎么做,才能做出投票的决定。 学生关心公共事务,举办论坛非常不简单,他会全力支持,应该怎么办,我们就参加,希望有一个可以一起讨论的机会,看看对方愿不愿意。 苏贞昌批评,媒体邀请侯友仪参加辩论会,侯已经躲一个多月了,他一直公开呼吁,侯也不出来,都靠发言人去讲,好像发言人要当市长一样, 这是不应该。